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新冻冻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呦呼大家好我是甜食又林雅吉です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 好漫长的那个Doki Doki文学社 上一次的进度到是这个吗 不太记得了好久哦 这里已经 哦对呃现在的进度是有理要来我家 来我家那个做血缘季的准备要做一些小装饰品 好我决定这一次要玩快一点了 因为进度太慢了 要来了我决定在有理来之前先去看看塞尤里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如同我们过去一样我没有问他 仅仅在讯息中跟他说了句我过去一趟 到达塞尤里家时我在进去前敲了下门 应该说过去我们常常一起玩 所以我们就养成了如同家人般互进房门的习惯 房子里很安静 等一下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太太 我前面还在说都没有什么东西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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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衣服有毛咪 我刚以为是裤子的补丁 毛咪然后毛咪的T恤 然后这边有牛的娃娃跟大嘴鸟吗 类似大嘴鸟的 然后有一些植物看起来都没什么精神 应该是没在焦花了吧 可是还很绿 嗯 这个就有点稍微有点没那么绿了 然后冷气好小一台 冷气比枕头还小 哈哈 然后一些calendar 这边被画了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边有些爱心 然后看一下观察女孩子的房间 这边有一个球球 然后这有个马克杯 一些书 哦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哦 Tayori 嗨Yagi 我在她房间坐下了 哎穿蝙蝠耶好可爱哦 虽然没有除暗 Sahari硬是挤出一丝笑容 但她的异样已经很容易被看出来了 我们之间沉默了一会儿 你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来过了 对吧 我想是吧 已经过了好久 没什么变化对吧 Sahari的房间还是一样乱糟糟的 我只是想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自从你中午离开了之后 我就一直想来看看 每当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是瞒不住我的 我太了解你了 所以 怎么有一种 我虽然表面上那种优理路线 但其实是走Sahari路线的感觉 Sahari笑着摇摇头 那可不行哦 Yaki 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呢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那么软弱 也没有无意中流露住我的感情 如果我没有犯下那个愚蠢的错误 那么 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了 你也不会因此过来 你现在 也不会再想着我的事情 但这 都是我的惩罚 不是吗 我正因为我的自私 而受到惩罚 我想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让你在今天过来了 她只是想要折磨我 Sahari 我抓住了Sahari的肩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你身上发生了某些事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能够解释 没有别的解释能够说明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拜托你告诉我 在我知道之前 我无法停止思考这件事 Sahari对我敢笑着 你真的 让我陷入困境了呢Yagi 不过 你错了 我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你只是第一次看到而已 看到什么 你在说什么Sahari 你真的想要我说出来呢Yagi 看来我这次别无选择了 事实就是 我至今的人生都在忧郁中度过 你知道吗 你以为我为什么每天上学都要迟到 那是因为大部分的日子 就是我连起个床的理由都找不到 当我完全清楚自己有多没用的时候 我还有什么理由去做任何的事呢 为什么要去学校 为什么要吃饭 为什么要交朋友 为什么要让别人的经历和关系浪费在我身上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让大家都能开心 不让任何人需要担心我 哦 好心疼哦 我怎么讲的有点可以理解的感觉吧 因为 因为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亲戚告诉我说 我不是我阿嬷要的孩子 因为我不是男生 对 就是在我爸爸的其他兄弟姐妹 他们都是各生了一个一男一女 然后之后我们家是两个女生 对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亲戚会这样 他就是从小就跟我说 说我不是大家要的孩子 因为我不是男生 阿嬷要的是男生 而你不是那种 然后又说 说说出一些就是 你很健康哦 因为你都是喝奶粉长大的 你都没有喝过母乳 我觉得那时候我还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讲出这种话 可是后来因为 我相信大家的应该多或多或少都会有家长会说 自己的父母会对小孩子说就是 你在这么坏的话我就不要你了之类的 你在这么调皮捣蛋我就要把你丢掉 你是路边上捡来的孩子 这种这种很伤人的话 然后 我以前是 我真的都把他当真 我真的以为我是没有人要的孩子 我是 但是 我为了 对不起 我为了想要 继续努力下去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希望 家人不要抛弃我 我以前 读书我都是 哭着在读的 考试 我都是一边哭一边考 一直一想到 万一我考的不好 我就真的会被丢掉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跟 家人讲过 因为 我不想要让 就是觉得 我不想要被可怜那种感觉吧 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讲过 然后直到 直到有一次新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 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 是在香港的 香港读书 然后在台北的旧家 就是 就是真的是很旧的房子 然后 一个电梯都没有 要走楼梯上去的那一种 那种旧房子 然后后来说 后来家里讨论是说 不然把那个房子 租出去 然后 就是 那这些租金 租给别人之后 这些租金就可以 可以给阿嬷他们当生活费 这样子 他们就不会觉得说 比较 不会觉得说 就是 都要靠孩子来 来给他们 零用钱之类来过活 这样子 因为 对阿公也退休了 之类的 然后 所以我们家的东西 就是 有些丢了都丢了 不然的话都是 放在阿嬷家 这样子 就是一个储藏 这样子 这样的话我们回来的话 还有衣服可以穿 还有 还有棉被可以盖 然后那时候就放在河室里面 然后这时候 我一个亲戚 过年之后他就来 然后就 就对我说 诶 啊这个河室里面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我说 对啊都是我的 他就说 哇你这样 纠缠雀巢欸 我那时候 惊呆了 因为他在他的孩子面前 就是就这样我们一样三个人 就这样对我说 你这样 纠缠雀巢 我这样子占阿嬷家的 阿嬷家的空间 这样子讲欸 我不可 他是长辈 我不能对他说出什么一些 不礼貌的话 然后 是不是说 哦 还好啦 对啊就是我的东西啊 不然你要放哪里之类的 然后他就笑嘻嘻的 就这样走了 然后 这件事情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然后 但是我也不可能 跟阿嬷讲 我也不可能跟我爸爸讲说 诶你 有个那个 那个亲戚这样子讲我欸 那他们当然会说 一定会 袒护他啊 因为是 就是 阿嬷对啊就是 他自己家的小孩 我怎么可能会对他自己下小孩 讲这种 就是好像在讲人家小孩的坏话 这种事情 所以 我后来忍不住 我是跟妈妈讲 然后 他就说 他就说 他一开始也是说 就是 就安慰我啊 就袒护他 当然啊 因为他们都是长辈啊 他一定是 无异的啦 他 他 他不会 阿你那个 那个亲戚他 他没有 他只有读到小学啦 他的 教育程度 没有那么高 他可能不认识这个字 就是 不认识这个成语 我那时候一下子就火大了 我就说 因为我后来也有跟爸爸讲 我就忍 因为我忍不住 我气死了 我就说 他也就是跟我说 因为他只有 因为那个亲戚他只有小学毕业 然后就去工作了 因为那时候家里很缺钱 他就去到处做了一些兼职 一些大工 来维护 维持家里的生计 所以 他 他一定是不认识这个 这个成语啦 你不要这样 我说 我然后我就 气炸了 我就说 所以不认识这个字 就可以这样随便乱用吗 他 他 他几岁了 他是长辈耶 他 他怎么可以说 不认识这个词 我就这样随便乱用 然后就以 哦我不认识这个词啊 我只是想用而已 这样子 来 就是这样带过去 那你不认识这个词 你有其他词可以用吗 你一定要用 不认识的词来 来那样子嘛 你不认识这个成语 还硬要有 然后才才这样 那时候我认识是气炸 就当你确诈是什么意思 这个 你不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不要用啊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样子很好玩嘛 很有趣吗 不知道为什么我阿嬷 总是希望说 诶 那个什么 我去看一下 那个亲戚啊 大家都很疼你哦 之类的 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哪来的胆子 我就直接说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他 我不想要去看他 他说为什么 我就把这件事情 跟他讲 他说我就当你确讨 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是 很惊讶 阿嬷也很惊讶 他觉得说 你怎么会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是他觉得很心疼 可能说 他的孙女一直 就是 内心是一直这样子的状况 在活着的 他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在 父母都很疼爱我 大家都很疼爱我的环境下长大 但 但不是 我觉得不是 我说 说你怎么讲 对他讲出这种话 他也 当然他真的就说 啊 我不是故意的吗 我没有想这么多 当然就是这种 这种借口啊 还用想吗 我 找些料到好不好 然后他就说 他跟我道歉 然后还说 因为他是 他是家业是做 做家具 是卖家具的 他就说什么 啊 那个你现在 现在也 会来阿嬷家睡吗 那 那我 送一个床给你好了 对不对 我就 本来是要收钱的啦 我算你免费好了 他就 他这样讲 就是那个 那个姑姑就这样讲 我就觉得 你觉得我在乎吗 你觉得我在乎一个床吗 有要好像要就是 给你一个 有必要说 我要这样接受你这个人情吗 你觉得我在乎吗 我那时候就真的是 直接 气炸了 然后他还 太 就是 他还是一直笑嘻嘻的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 就是 他当然是觉得说 他是一个长辈 他怎么可能 对一个晚辈 拉下脸 然后道歉 他觉得他 他不要这样做 那我觉得是 做错事了 说错话 就要道歉 为什么好像搞得我只有一个 只有我一个人 战战兢兢的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自己的举动 小心不要冒犯到别人 那别人就可以要随便一句话 来冒犯我就没有关系 所以 我觉得我内心也有点地方是坏掉的 我之前 我不是说我在 在 那个 两耙的研究 不是研究所 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 我那时候还有想到说 可是当然不是 用蛇毒毒死家人 这种事情 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爸也常常 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很风趣 就常常说什么 哦你 我在外面有小三 我要带别的孩子回家 所以在 我要带其他孩子回家 跟 跟 我不要你 我把你丢掉 这两天 他们随口说的 就是 随口说的话语 然后就是有 加成的效果 让我真的觉得说 他在外面有小三 哪一天 如果他真的要抛弃这个家的话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认为说 以 以现在来分析的话 我应该是 家里面 比较 有出息的孩子 你以为我是为什么努力到现在 这样子 我比较有出息的话 大家就不会抛弃我 这也是为什么 我来到国外读书 很可悲对吧 我爸爸 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 一直在讲要带小三回家 这件事情 他觉得很有趣 那妈妈也是苦笑 带过去而已 后来有一次 在外面 他一直这样讲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还为什么这样讲 他觉得有趣吗 所以后来我就脱口说出说 如果你带他回家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 好好的在生物 那个生物科技上面 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学习 然后有一天 我要把他毒死 然后 之后我爸就不再讲这件事情 他们可能吓到了 我都已经想好方法了耶 我想要说 如果你带着女人回来 我一定会 就是 搞得他压力很 我一开始是想说 搞得他压力很 让他胃困痒之后 在 在他的那个 食物里面 摻蛇毒 然后他吃进去 我之前是这样想 后来觉得这样太累了 因为要弄到胃困痒 这个压力应该 他可能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更快耶 我想到说 说就是 在他的 牙刷上面 摻蛇毒 然后将他刷牙的时候 只要刷稍微用那一点 就会出血 然后就会有伤口 这样碰到那个蛇毒 就会 就可以了 然后那时候还想 那 那 那个 他用的那个牙刷 要怎么处理 后来我想到就是 我到时候又准备一个 一模一样的牙刷 然后就是让他轮流 着使用 然后 之后在其中上面一个 有餐毒 然后 等他真的被毒了之后 就把那一个 有餐毒的处理掉 然后再放上 他就是 偶尔用一次的那个 准备好的牙刷 上面也有他的 那个指纹跟那个 口腔的那种 可是 一讲到蛇毒的话 一定是跟我有关 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琢磨 应该怎么办 可是当然是 没有实施啦 蛇毒要怎么带 因为一直冷冻保存 有点难 而且在不被发生的 不被发现的状况 因为那个蛇毒算蛋白质 但是 在常温的情况下 会慢慢的 慢慢的那个 退化 就没有毒了 嗯 好啦 总之 我们回到游戏上面吧 哈哈哈 被 反正我的频道 我的影片没有什么人看啊 不会有人听到指灯话的 哈哈 好啦 总之那是 江爽快的 江心酸的 哈哈哈 好啦 他真的那么不想我担心他吗 为什么有Sally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这种话要说出来很 要很有勇气吧 我那时候也是忍了好几年才 才忍不住说出来 就是有一种 晚到的叛逆期的感觉 身为你的好友 我就感觉像被背叛了 如果 我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解尽所能来支持你的 虽然我能做的并不多 我一定会努力 一点一滴的 让你每一天 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就是为什么 我是你的朋友 好啦 那就跟Sally 说了声再见 然后走出了她的家门 在回家的路上 我发现自己仍有感到不安 但在Yoli快来的情况下 我也很难继续想着她 我想Sally是对的 Yoli已经到了是不是 哦 诶 我喜欢这件衣服 这种其实反而更能够强调胸部呢 哈哈 来了 这是我的房间 为什么我可以睡双人床 两个枕头是怎样 有人跟我一起睡吗 然后看一下 家里还有电视 房间还有电视 太棒了吧 几支蜡烛 还有一个木质的圆柱型物体 把窗户用黑纸盖上 然后用蜡烛点燃房间 虽然效果很棒 可是要注意安全 那个木质是什么 金油的扩散器 哇哦 你 哇哦 也是呢 想好多哦 Yoli 还可以 散透到你的身体里 放松 正能量 浪漫 纯思 有如魔法一般 嗯 哦 茉莉精油 我喜欢茉莉香 对对对 甜甜的 那 那不是一把普通 普通的小刀 看起来就花俏啊 那个 嗯 那是什么 你 你一定觉得 这个怪怪的 有理不怪她是什么 我都没有理由去评问她 等一下 女人的包包 带小刀 这种时候用剪刀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是刀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很喜欢刀 他们实在是太漂亮了 我 我情不自禁 不知道该怎么说 该说如工艺和危险感的结合呢 我 我在说什么 请不要硬自觉的我很奇怪 她能够像切纸一样切开皮肤 是多利啊 是那个吗 是我去日本磨的那一把刀吗 那把刀我没有带来英国用 因为我很怕 我的厨艺还不好 我刀工也还不好 万一把我手头都切掉怎么办 所以现在 是普通的菜刀 我没有用那一把 等我技术是好一点 应该就会用了吧 等一下 毫无预警的 优力把我的手指放进她的嘴巴 并填起了伤口 有涂吗 有清清涂吗 我能感受到她的舌头在我的手指边缘绕 我吓了一跳 本能的把手说回去 批准一下 我刚刚什么都没想 我 这是我做过最尴尬的事了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哇 ants 啊 呢 所以说 不只她們驚呆了 我也驚呆了啊 我進來的時候看到YOLI迅速的拉下袖子 讓袖子覆蓋她的手臂 該不會...該不會YOLI手上有用那把刀自殘的痕跡吧 我以前就算再怎麼難過 我也不會想要自殘 我不是說YOLI 我也沒有想要握就是在手臂上面自殘的 因為我不喜歡痛 好了 我們快速帶過去 這邊應該也沒什麼了 我現在要快速進行那個遊戲 那個遊戲脫太久囉 YOLI的臉和脖子上有幾滴顏料 喔齁 各位 塗來了 我輕輕用毛巾輕輕的擦拭著YOLI的臉和脖子 這是傳說中那個嗎 等待輕輕的表情 怎麼了嗎 好燙 我沒想到 抱...抱歉 我不太想用冷水 擦拭完後 我準備收回我的手 但是YOLI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等...等等 再...再一會兒 感覺...真的很好 感覺...真的很好 我繼續把我的手放在YOLI的脖子上 她只視著我的眼睛 那專注的樣子就像她在閱讀時有的表情 她就像是迷失在茫然中 被自己的思緒給完全包圍著 她輕輕地呼吸著 有一部分透過那微微張開的嘴唇 這事發生了什麼 是茉莉精油的方向給了我這種暈眩的感覺嗎 你這茉莉精油是...是... 魅藥嗎 是嗎 YOLI溫柔的手指環繞在我的手腕上 透過我的手臂傳遞著令人激動的我感覺 突然之間 她的臉似乎比剛才更靠近了許多 YOLI緩緩地拉開了舉了椅 我...我...我今天一直都覺得有點... 暈眩暈眩的 沒...沒想過要化神的 喔...氣氛沒了喔 但她的動作似乎變笨拙了 就像無法集中注意力一般 我沉默著 努力試著忽略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遲疑地拿回我的畫筆 繼續照著優勵給的色標畫起來 好... 好啦送出門了 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你想來都可以來喔 我們也可以去別的地方 這是約會的邀請 我好近 音樂沒了等一下好近 好近嚇我一跳 好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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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心跳 我...我喜歡你這一點 呃... 秀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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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走了 有你跑走了 為什麼 感覺像是我的心 被撕裂成了兩半 好痛喔 這一切 都好痛喔 如果 如果...我消失的話 一切會好很多的 不不不不 如果妳消失的話 我就不會進去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文學部了 我... 塞羅里 不要這麼說 這是事實啊 Yaki 如果...如果我不在這裡 那麼妳就不需要在我身上浪費妳的同理心了 妳就不需要忍受我的自私 莫妮卡是對的 我就應該... 莫妮卡 莫妮卡的什麼是對的 Sally 我之前說的那些話 絕對沒有半句謊言 我不會讓這一切繼續下去的 這樣關心妳 並不是妳想像中那樣的負擔 而是能夠讓我快樂...快... 好像講開心又講快樂 快樂的事情 是我不會拿任何東西和它交換的事情 所以...即使它需要花上一輩子 我也會在妳身邊 直到妳再感受不到痛苦為止 那...但是... Sally 別開了目光 我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來讓她安心 我很害怕Yaki 我真的很害怕 妳在害怕什麼Sally 我害怕... 我害怕... 嚇我一跳...我的...嚇我一跳...我的手機 筆記妳喜歡我 我更喜歡妳 Sally 這是事實...對吧 我過於軟弱 開始過分的喜歡妳 這一切都是我製作之手 哇...好心疼喔...Sally 對不起我一開始沒有選擇妳 啊...真的 啊... 我... 有點能夠感同勝出的感覺 因為... 就像我前面說的 我... 一直都是以... 就是...沒有用的孩子 呃...不被任何人需要的孩子的... 的這種想法... 長大的...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沒有人愛我啊 所以... 所以...所以...所以... 所以我很不...不...不理解... 愛...是什麼... 對... 所以當初我男朋友跟我告白的時候 我... 我不知道怎麼辦欸 我就逃跑了 呵呵呵... 我...真的... 字面上的意思...逃跑了 我直接跑走 他一定... 他很錯愕 可是因為...我們是... 同班同學 我也不可能... 逃到哪裡去啊 對...然後... 我有跟他說 我...可能... 沒有辦法... 因為我不理解什麼叫做愛 我可能... 你可能會很... 很辛苦喔 而且... 你確定要跟我在一起嘛 那種... 我...如果你是在... 玩的話 你只是想要... 耍我的話 你可以... 住手了 那種... 我是那麼的喜歡你 你至於我想去死 這就是我的感受 還有... 還有... 夠了薩奧里 我不想再讓你再受傷了 欸真的... 這個真的是... 表面是優理路線 其實是薩奧里路線欸 你還相信著我嗎 即使你不能理解你自己的所有情感 我知道你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 這就是我能夠給你的 薩奧里 我愛你 我愛你跟我... 你是我... 最親愛的朋友 好啦 存一下 喔不對 按錯了 對不起 呃... 儲存遊戲 哇 像是被你們看到 我是什麼時候玩的 呵呵 呃... 反覆遊戲 好 好 他是愛我的 我能夠愛回去嗎 這個直接發好人卡了呀 直接證明說我不愛你 可是我們可以繼續在一起 那...那薩奧里一定超... 超心疼的啊 可是...可是... 我如果愛他 我如果剛剛說我愛他 這真的是愛他嗎 這只是... 變相的同情而已耶 這只是我因為同情他而愛他 這樣他很可憐欸 這樣的話真的是不如不要算了 怎麼辦 可不可以多一個選項啊 我會永遠陪在你身邊的那種 呵呵 我可以自己加一個選項嗎 我可以不要回答 你是我的愛... 愛人或是我是你朋友 這種話我可以... 有變相的回... 有第三個選項嗎 啊... 愛喔... 愛... 愛對我來說太沉重了 我沒有辦法 好啦... 你會是我永遠最親愛的朋友 你最需要的就是讓一切和往常一樣 Monica跟我說了事實 她告訴我 你在我加入社團後 變得開心許多 我知道 你現在正在和你的負面情緒搏動 但是... 請相信我 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什麼能夠讓你變得很快樂 哇這太... 這太自大了吧 這種話我是絕對不會講出這種話的 我... 我... 我沒有辦法這麼自大說出 我知道什麼是對你最好 你聽我的就對了 那種感覺 我... 就算我真的知道 可是我不會這樣講出來 我... 我心疼喔... 對不起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可能沒有辦法愛你 雖然我也不是說愛優里 我是...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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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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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說 我會永遠陪在你身邊 所以... 去死什麼之類的話 不要再說了 好嗎? 這種... 死了之後說什麼都沒有了 不要... 真的不要... 不要去死 張奧莉的笑容終於崩潰了 對不起... 轉身... 突然之間 她轉身... 跪倒在地上 我... 哭了... 對不起... 她... 雙手抓住頭 盡可能大聲尖叫了起來 我被震驚到 只如何做反應 我... 張奧莉忽過臉 給了我一個虚假的微笑 然后就转身跑离了 对不起 萨奥利对不起 我无助地站在门口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最终只能支持萨奥利克服她的情感 帮助她回归正轨 但是对于萨奥利的情感 我和她一样有着理解上的障碍 其实我安慰她 我不禁地想着我是不是能够做更多 或是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知道在回归一切正轨之前 这些想法会继续困扰着我 我会尽我所能 萨奥利永远会是我最亲爱的朋友 只要能够让她每天都微笑 我什么都愿意做 那刚刚就应该写我爱你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我不想要让你觉得说 我是因为同情你才爱你的这种话 对不起 萨奥利没有接我的电话 我应该要去她家里的 为什么不去萨奥利的家里看她 这种时候才应该给她更多关心啊 哇 莫妮卡怎么那么开心的样子啊 真的是 或许 我应该去她家叫醒她的 你应该再对她负责一点的亚基 我的意思是 尤其是在你们昨天的情 你为什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们昨天真的这么快就把昨天的事情告诉MONICA了吗 昨天我拒绝她的告白的事 搞得我好像坏人一样 但是我知道拒绝对她来说才是对的 不是这样吗 真的 我知道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莫妮卡虽然和平常一样友善 但听完这句话的我被挤 不知道为何开始发凉 诶 要 hog 叫什么 叫谷 叫生居 叫起来 叫説 加油 Get out of my life before I finish writing this poem But the poem is never actually finished It just stopped moving 滾出我的腦袋 在我聽他說任何事之前滾出我的腦袋 在我表示我多愛你之前滾出我的腦袋 在我寫完這首詩前請你滾出我的腦袋 但這首詩永遠不會有句點 它只是止步不前 這到底是 這首詩讀起來讓我很反胃 這首和薩奧利說寫的其他詩竟然不同 不僅僅是如此 我要去接薩奧利所以 好吧 沒問題 但是別花太多時間可以嗎 我衝出了教室 別累壞自己唷 摩妮卡在後面追喊 就在還沒喊叫 我加快了腳步 我到底在想些什麼 我應該為薩奧利更努力一點的 叫她起床甚至等她一起來上學 真的不算什麼 就算只是陪著她走到學校 都能讓她非常開心 而且我昨天明明跟她說 我會一直如同往常一般對待她 對她來說應該足夠了 應該說表面上說 像平常一樣 但是應該要更加的去關心她才對 這種時候才是更需要關心的 我趕到了薩奧利家的門 並敲起了門 雖然我並不指望有所回應 畢竟她連手機都沒接了 而且像昨天一樣 我打開了門走了進去 薩奧利 她睡得真沉了 我咽了下口水 我不敢相信我真的這麼做了 我去她家裡叫她起床 這不應該是男朋友的 等一下 我不行了 等一下 薩奧利 快醒來了 笨蛋 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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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切的打開了房門 我不敢看 不要 不要 我不敢看 等一下 笨蛋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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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我不敢 不行 我現在躲到我的麥克風 在後面看這個螢幕 我現在躲到我的麥克風 在後面看這個螢幕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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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奧利 對不起 對不起 這音效好恐怖喔 對不起 為什麼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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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喔 我來喔 Sahouli的畫面 這第一個選項是什麼啊 Sahouli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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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跳 Sahouli對不起 對不起 我應該 我不應該拒絕你了 我不應該拒絕你了 我只是 我不想讓你 有被痛進的愛情 對不起 對不起 是我的錯 對不起 我雖然 雖然已經被 雖然已經被 我是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 我知道 可是 我們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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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對不起 我要 冷靜一下 我整個 我整個 我可以感覺到我整 整個都在發麻 我真的需要 好好地躺在床上冷靜一下 我們這一集 我們這一集都到這邊告一段路了 Sahouli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等等很對不起 對不起 我 我今天應該沒有辦法再錄其他的遊戲了 那 我們會來真正的寫功課吧 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好了 那麼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